文化小课堂 月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起源于上古时代 普及于汉代 定性于唐朝初年 盛行于宋朝以后 中秋节是每年农历的8月15日 在这一天 月亮会由湾月Crescent Moon 变圆月Full Moon 由缺变全 人们便以圆月 期盼家人团圆 期盼丰收与幸福 也寄托了对家乡 家人的思念 在中秋节这天 你会做些什么活动呢? What do you do i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中秋节自古就有 祭月 Sacrifice of the moon 赏月 Enjoy the glorious full moon 吃月饼 Eat moon cakes 赏花 Admire the beauty of flowers 饮桂花酒 Drink flower wine 的民俗 到了现代 人们会在中秋这天 找上三五好友 或者家人亲戚 品尝月饼 螃蟹 crab 桂花酒 和一些石令的水果 插鱼饭后 人们还会放飞孔明灯 Put孔明 latin 猜灯明 Gest latin riddles 和去海边观潮 Tidal board watching 而吃月饼 是中国人 在中秋节这天 亘古不变的 传统习俗 你吃过 哪种口味的月饼呢? What flavor of moon cake have you eaten? 月饼 又称月团 小饼 丰收饼 团圆饼等 是中国的 汉族传统美食之一 月饼最初 是用来拜祭月神的供品 发展至今 中秋节赏月 和吃月饼 是中国各地 过中秋节的 必备习俗 俗话说 八月十五 月正圆 中秋月饼 香又甜 古代的文人 在中秋这一天 常常会以诗句 来表达 对亲人的思念 送带词人 苏氏的水调歌头 便是在中秋这天 写下的 借此诗 抒发自己 对弟弟的思念 下面将这首诗词 分享给大家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送苏氏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尘封归去 又恐穷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其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诸格 低起户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 别时缘 人有悲欢离合 又有殷勤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学习了这么多 关于中秋节的小知识 下面我们来做几个小问答吧 第一个小问题 你知道多少 关于中秋节的 风俗习惯呢? How many you know about costumes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 第二个小问题 今年的中秋节 你想和小伙伴们 做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What will you do i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with your friends? 今年的中秋节 在9月21号 在这里提前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